故事一开始 男主角迷迷糊糊的来到一所房子 房子里坐着几个男男女女 而男主角就说 哎呀我来过这里 可众人却说 第一次见面你一定是犯迷糊了吧 随后心理医生就分析说 男主角的感觉是一种普遍的错觉 但男主角还预言了 这个房子里将要进来一个客人 还说是个妞 甚至说出了头发的颜色 结果还真让他说中了 于是众人就和心理医生展开了论证 众人说自己身边都有过奇怪的事情 随后大家就讲了几个小故事 第一个小故事是一个预言故事 讲一个赛车手 因为看到了一些奇怪的幻觉 得到了一些启示 就没有上一辆公车 结果这辆公车后来就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故 第二个故事就是个鬼怪故事了 讲一个小姑娘和众人捉迷藏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哭泣的小男孩 在安慰小男孩睡着以后 才去找众人 结果众人说 这个房子里曾经死过一个小男孩 是不是有点毛骨纵然呢 快个表示 小伙伴别怕呀 这可是来自六十多年前的惊悚段子了 第三个故事就是说 一个少妇买了一个镜子给老公 结果因为这个镜子是古董 以前曾经在镜子前死过一个苦逼的男人 结果老公就老在镜子里 看见别人家的房子 而且老公的性情也变得越来越坏 还整天怀疑少妇 为此少妇打烂了镜子 两人才渐渐和好 第四个故事嘛 就比较坑爹了 两个高尔夫爱好者 是一对好机友 天天一起打比赛 可这一天 他们遇到了一个美女 美女表示 萝卜青菜我都爱 啥啥分不清啊 无奈 好机友为了抢女人 只好决定用高尔夫来决胜负 结果其中一个年长的 就兵不厌诈 出千了 另外一个呆头鹅 没想太多 输了比赛以后就溺水自杀了 可是后来 她的鬼魂又来找老头子 还用诡计 把老头子给骗走了 结果呆头鹅就取代了老头子 这不能说 不是一个攻心计的故事啦 第五个故事就比较可怕了 一个富裕表演家 大概是因为太沉迷艺术了 就精神分裂了 把自己的小丑 变成了自己的另外一个人格 结果小丑被打坏以后 原来的人格也回不来了 表演家脑子里 还住着小丑的人格 五个故事讲完以后 男主角不知道为什么 就杀掉了心理专家 然后就发生了各种恐怖的事情 随后她被媳妇叫醒 诶 原来是个梦呀 可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要她去一所房子 当她来到那所房子 观众也明白了 原来这所房子 就是故事一开始的地方 那是正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